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上菜了 以這道菜來講 我們這次日本的確沒有吃到 這道菜裡面 注入了哪些你當下的感覺 你看我們吃了那麼多美食 然後走路走的比較很酸 然後很累 我們也有喝了很多豬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各位 不知道呢 你有沒有看過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呢 就是我跟Ice Off Man的老闆 Wilson呢 一起去日本 幫他過生日 同時就我們計畫拍攝一個叫做 吃得到的企劃 因為時常我們會去旅遊嘛 那大家都會看我們的一些 旅遊推薦影片啊 然後要吃什麼啊 買什麼喝什麼 但是很少人有機會 真的能夠實際吃到 我們那一趟旅遊的一些收穫 今天算是上一集的 下集 他已經呢 做好一些想法跟一些思考 讓大家呢 不要只是看看影片 也可以實際吃到好吃的美食 好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說到的 special菜單喔 那到時候他可能就會把它列在這邊喔 看來你準備好了喔 OK啦 所以我們這次準備了幾道菜 可以讓大家點 兩道菜 兩道菜 那有酒嗎這一次 酒還沒好 還沒想到是不是 就留一點這個 驚喜 好那我們 第一道要做的是什麼 第一道做的是 番茄肉醬意大利麵 蛤 可是我們這一趟沒有吃肉醬意大利麵 對 可是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可以非常非常有層次 但是這次的肉醬意大利麵 有加了我們的秘密武器吧 有 那我們就去看看 肉醬意大利麵要怎麼做 哇來到了這個你的地盤 首先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番茄肉醬意大利麵 這種東西很簡單啊 只是用我們自己 煸的牛油 當然是用牛油去煸出來 可是我還是有下肝 然後我們就下油了 那我們就下油了 那我就開始抽煙機了 很早啊 做西式的東西 紅蘿蔔 西洋芹 洋蔥大蒜 那是我的手 為了要讓它的口感是比較 沒有那麼吃到 紅蘿蔔的生味 會把它泡成死 不全下 那接下來呢我會下西洋芹 給它比較硬 鍋子沒那麼大 所以我會分開炒 最後會下到大蒜 洋蔥 不要怕大量的下 各位啊 這裡吃的都是真材實料 沒有什麼科技很多 為什麼大蒜最後才放呢 因為還是會怕大蒜會焦掉 就大蒜難過才放 多一點不要怕 至少一半以上 知道嗎 我微微的這樣 那就是效果最好的 效果的料理 然後這時候一樣 用小火 大概就是我們的肉 然後我用的是牛肉 跟豬腳肉 我們把它炒開 哇塞 我再加一點牛油 做法有很多種嘛 每個人做法都完全不一樣 只有他自己獨特的味道 我對於這趟旅遊的定義 所看到的街景 所吃到的食物 給我的回饋的感受 還有我兄弟 那也有這次 幫你給我的感受 一對肉 哈哈 斑斑的香氣 我一樣是用很小的火 我只要讓它維持有溫度 把它放去 難道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秘密武器嗎 你說 OK 第三鍋 白肉 蛤 哇 整鍋的番茄丁 這個不是一人份齁 讓大家看到這一次這兩道菜的實際用料是什麼樣子 裡面都是濕打濕的齁 我們大概只有雞塊薯條 我們是用醬 其他都不自己做 尤其是我們的甜點 當家 當家 等一下等一下 幹嘛緊張什麼 我們甜點呢 就是尤其是不擔當啊 天然的番茄 剛剛我下了一點 甘的羅勒 奶奶這次吃 很爽啊 跟你說這個是還沒有調味 還沒有 要整個時候會再做一次調味 底料已經調好了以後 然後下來就是麵了 大家要來吃就過來吃 我不知道這些胡椒能夠撐多久 至少你就吃到了 哇 來來來來來 好的 上菜了 以這道菜來講 我們這次日本的確沒有吃到 這道菜裡面 你注入了哪些你當下的感覺啊 你看我們吃了那麼多美食 然後走路走得比較很酸 然後很累 然後我們也有喝了很多東西 這個過程它其實全盤來看 它就是一個很純粹的一件事情 就是兄弟出現的感覺 就這樣 所以這次有這種兄弟感 對 所以肉很多 特別的胡椒 就當然是刻意下比較多 在這個我們先吃吃看 當然其實我實際上 不會下那麼多 大概這個的一半 但已經算非常非常漂亮 我覺得它主要是點綴的效果 對 沒錯 幾位這個試吃專員們 龍貓呢它就是在 秀燒肉酒館 我是鼻兒 看過我的頻道了 應該知道我是鼻兒 記得關注一下RELIVE PROJECT 先純粹 很猛的東西 它不是像一般的K5超粒 它養下去這種卡卡卡的 它裡面帶一點果實感 對 它吃起來像果實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這次覺得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把它放在這裡面 接下來就試吃一下 可以請各位多來認識老闆嗎 幫他吃 不然他自己的職業傷害會跑到我的肚子上 好吃但我沒有空說話 我先把它吃完 你剛剛吃到那個胡椒覺得有點嗆 可是你加到麵裡面的時候吃 就是比較中和掉了 搭配麵跟它的醬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番茄的比例抓得滿好的 怎麼樣 龍貓哥 配酒應該很 是很搭的 因為它酸然後微甜 番茄是比較軟 然後它有一點口感 然後搭配剛剛那個胡椒 它外面是脆的 然後咬進去 它卻是吃的 不會為了辛辣感 加上它在處理這個肉醬的時候 它保留肉醬本身的肉的顆粒感 最後搭配一點那個胡椒 香氣爆發出來的整體感覺 最後再加上點起司 不愧是 適合來杯酒 適合來杯酒的感覺 這胡椒真的很猛 這隻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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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剛剛這一整大口裡面 就有很多層次的味道 讚啊 讚 這就是第一道 那關於第二道呢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有點飽了 所以我們決定明天再來拍 那我們就明天撿 掰 好的 我們來到了第二天 我們換了試吃的專員 好 我們歡迎美希代勒 耶 嗨 嗨 我們接下來的第二道 大家來這邊有機會吃到的這個是 漢堡排 這也是我們這一趟吃到 讓我們兩個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今天用的這個肉 聽說很厲害喔 復刻他們沒有什麼意義 但我挑的是 要換和牛的成熊肉 非常的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美式的漢堡 肉感 香味很貴 卻變成 還有牛的香味 然後我們也是有很簡單很簡單的調味 昨天的 胡椒還有一點點台灣的鹽 就這樣子 很純粹 因為我們這一趟去吃到的極味屋 給我們的感受就是 它很單純也很純粹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鍋 滿滿滿的肉 這個肉是龍貓那邊幫忙提供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下樓 OK OK 我會下一點點培根 但這個培根我也是有去挑 下一點就好 喔 喔 喔 丸肉魚米 它的口感上就是 米吃得出來它打到比較密 Welson跟我 口感上會比較喜歡 極味屋的調 每一口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口感上的喜好啊 老闆這個不計成本喔 極味屋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沒有下任何油 純牛油下去 啪出來的油 下 稍後把它定型一下 整個香氣都爆出來了 哇喔 不是把它壓成就是變狀 它比較熟 相對的那個熟度 真的就要靠 然後Welson來看 喔 竟然加了起司 到了囉 我們來歡迎民動館的小劉哥 哈囉 我跟Welson這塊是比較深一點 這兩塊是稍微熟一點 趁熱 來吧 汁也多 嗯香 它其實一點都不好 仔味的剛剛好 然後肉的纖維都有 這就是我們的路程 肉都夠 在深一點 比較好吃 台下 量度也是 喜歡生肉掛的 我也是 不是生肉掛啦 好的肉 肚子要完全百分之百深 百分之七指都八指 ok 它在嘴巴裡面 會融化掉 沒錯 來焙吃吃看看囉 滿高 來來來 這個 你們來吃吃看唄 真的是很豐富的口感 外面焦焦香香的 很好吃 外面跟裡面口感不太一樣 然後裡面很多味道 有肉的 有肥肉的 還有一筋 有故事的漢堡肉 但是我們在試的時候 它就很暴力 就是你進去它就是 味道那個牛香味 可是這個不是 溫和了很多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符合 它也會比較喜歡的味道 你美國漢堡牌 你們吃那麼多 這個 你第一時間 你會覺得像美國漢堡嗎 不會 不會 不太一樣 美國人 它因為用絞肉嘛 它純粹是 絞成那種肉末 這個我都可以想像 牛那時候跑過來變草原 咬的時候那個肉香 就會一直在嘴巴裡面 然後之後配一口飯 哇 讚 來個蛋吧 小優哥你也覺得要一顆生雞蛋 對 怎麼樣 這是你跟威爾森 努力弄出來的肉 這是從平常的經驗裡面去 找出一個比較適合 它形容中有口感 然後又帶有油脂 然後是一個符合日本的味道 我覺得這次真的有 畢竟它就是日本的味道 也是啦 等一下呢 因為昨天 美希他們沒有吃到麵 而威爾森也用一個麵的 要給他吃吃看那個口感 一人吃一顆 來 泡 泡油 好酷喔 也不是完全脆的 奇妙的東西 對 裡面有凍出來的口感 為什麼有西餐廳的味道 請吃 有用心 這麼豐富 你吃吃看配飯 多冷凍包啦 做團夠了啦 有新的冷凍包 冷凍包做得到嗎 可以喔 威爾森 我們開新公司了 好的 漢堡牌呢 跟這個 義大利麵的部分呢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他會把那個 寫在 WEEK SPECIAL那邊 讓大家來品嘗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會再去做一些 微微的調整 例如說配菜上面 配醬上面 或者是什麼 這一段時間 會在 朋友們有來的話 就會再多給他測試 多吃吃看 你們到時候來呢 基調是這樣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 新的想法 給大家保持一個神秘 大家可以來這邊期待看看 好啦 那我們這一趟你的生日之旅 到這邊才算打完 舒服 我覺得就像我剛開始說的 就是一般人看影片 他很難去吃到 我們所吃到 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因為好險有威爾森啦 又有這間店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一起來試試看 那如果搞不好 真的是非常喜歡的話 我們可能 可能一記 不一樣的地方 再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企劃跟美食 好啦 那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 遇到我的話 或者是遇到威爾森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說 你是看影片來的也OK 到時候如果點這兩道的話 會有一個神秘小禮物 那有限量啊 送完就沒了 好了那這一次的企劃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喜歡這樣子的系列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 開啟小禮物 拜拜 這裡是絕不缺酒精的 錢呢是蠻缺的啦 酒精沒有在缺的 為什麼我們要開新公司啊 他們說有出冷凍包嗎 冷凍包 然後籠包說 這可以啊 這可以做得到 我不要這樣吃了 我們要開新公司 讓全台灣都吃得到 好我們可以考慮看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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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我們要準備 發行這個 開始募資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